我们来到圣周三 圣周三变成了最后一天 明天就没有正常的礼仪了 明天晚上开始 星期四是彌撒 星期五是彌撒 是一个礼仪 是纪念礼仪 星期六晚已经踏入复活的如如傲职 这三天所谓Tridium 三日 三日逾越庆典 三日逾越庆典 基本上是一个感恩庆节 进入最后耶稣为我们做的最大的牺牲 和最大的胜利 今天我们看到福音 讲到尤达斯 尤达斯斯加略 当不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尤达斯的层面 当耶稣说 你当中有一个会出卖我的时候 竟然十二个中途 每个都担心 他们的苦门并不是因为 是谁呢 那苦门有一个反心自问 就是会不会是我呢 这个是很震撼的事 十二哥原来都知道自己有某程度上 是不肯定的 他们在想的出卖 和尤达斯的出卖 当然是似乎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都说 尤达斯所做的事情 和我们所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其实都警觉到 我们每一次犯罪 其实都是在做尤达斯 都有一份很极大的严重性 罪的严重性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 本身做的事情是很严重的 本身做的事情很严重 尤达斯做的事情很严重 严重到怎样呢? 耶稣说 这个人所做的事固然要发生 人质固然要被出卖 但是这件事本身严重到 比没有出生更好 罪本身是 有些罪本身是邪恶的 刻意想一个人死 要想另外一个生命断绝 突然之间不正常的 不自然的 要破坏另外一个生命 这个是极邪恶的 无论什么原因也好 这个朝拜偶像 将其他不是天主的东西 专为最高位我们的崇拜 我们的忠向 无论是自己也好 世物也好 不是永恒的事情 将它抬举到我们生命的忠向 这个是极邪恶的 因为承受不了 我们会扭曲我们的生命 很多其他贪婪 偷渡 十届所指的都是一些中向的扭曲 中向的扭曲 本身那时候是极邪恶 关系上的扭曲 将人变成物化了 也好 据为去满足自己的私欲 也好 情欲也好 欲区上的贪婪也好 一个浪费我们的天主所赐予的时间 天主所赐予的能力 天主所赐予的财富 去满用了具为自己的过度的享受 荒废 这个也是极邪恶的破坏 因为我们应该分屍于其他等待的人 当我们濡用世物的时候 我们在剥削穷人 在等待我们能够施予救援的人 他们那份的祝福 这个在整个教会观 整个世界的天主所赐予 丰厚的物资的分布当中 我们是阻碍了整个身体的发展 而导致其他人因此而得不到祝福 得不到救援 甚至得不到生命 似乎好像我们没有做错的事情 可以是极大的破坏 这个是本身的行为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做为尤达斯 错误、剥削、破坏的举动 耶稣说魔鬼来是什么? 是偷渡 是破坏、是谋杀 我们有犯这么大的事吗? 可能有的 即使我们不是刻意地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是自私地拒绝一些事情 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做尤达斯 就是我们的意向 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本身不是那么严重 或者没有做的事情 未必是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的意向 一个是充满人爱的人做的事情 和充满一个自大骄傲的人 可能做exactly一模一样的事情 看上去一模一样 但是原因所寻求的截然不同 人爱的人可能是不求任何回报 赞赏只是衷心想帮别人去做一件事 拿一块钱去捐出去 内心地去坐在那里聆听别人 陪伴别人 或者将他的财华 善用于帮助别人 是一个相反来说 一个骄傲的人 可能是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把钱给出来 是希望可以赚回更多的 是看着利益 或者陪这个人 是想得他这个人的信任 或者去献上的财华 是想把注目放在自己身上 好样能够有其他的得益 已经计算在内了 外表完全看不到 但是变成了一件极好的东西 可以变成了极邪恶 我说我们不会这样的 是不是呢? 有时候我们服务的时候 都很着重于摩脸 为什么没有人赞赏我? 没有人多谢我? 那时候我们不多不少 阆间让我们容量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的发出可能逃避不了 有时候我们在疲倦当中 在佛美当中 可能这些声音会爆发出来 但是爆发出来是一件事 我们要容量他的 去滋生 变成了埋怨 变成了讲是非 或者心里面的诅咒 当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停止去 我们不去在祈祷当中 或者在黑己当中 或者在天主的面前 和他一个反省当中 去缓和 可能会越来越大件事 原来变成了一个很cynical的 很耐力的一种反叛 亦是很大的破坏 在教会上 在事工上可以很大的破坏 在人与人之间的爱情的 鼓励的关系里面会变质 亦可能会是这样 所以很多方面我们都可能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看到中途 其实某些上也有一个真实的反省 我会不会是出迷你那个 当然犹太斯就是刻意 他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 即是在犯一个死罪 所谓mortus sin 每一次我们犯mortus sin的时候 就是有如我们没有生过更好 这个我们都值得去反省 我们会不会纵容呢 有时我们有一些mortus sin 死罪严重的罪大罪 会不会纵容就是等不犯告解治呢 会去领圣体呢 会去觉得都是这样的 等几天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是否时候去想想 我还愿不愿意去永远自己持续在这个位置 跌到一定会有的 会不会常跌 可能会常跌到 甚至有一些大罪会不会常跌到 可能偶尔也会 有时可能几个月不发生 但一发生就会连续几个礼拜 是否因为值得这样而羞恥呢 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就是我愿不愿意正视承认 然后谦顺地尽快去奔望耶稣 而当中是小心自己 不要再容让祂 或者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或者持续在大罪之中去领圣体呢 这个真的是要真心去看 犹太斯在最后晚餐都有领圣体验 是领圣体验走的 那是否代表这样对呢 是否代表我愿意持续在这样的关系呢 这要求耶稣去转发 当然此同时 人家持续在这样 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应该这样愤怒去指责人 还是怎样去温和地 或者是鼓励性地去帮他们去醒觉这件事呢 自己对自己可以开心一些 对别人真的去福全呢 会不会对方真的不知道呢 怎样去福全 怎样去鼓励 怎样去同行 怎样去帮对方有机会去经历 原来耶稣是这样的一回事 圣体是这样的一回事 我要醒过来 所以也祈求天主给我们这个恩赐 给我们身边的人 明天开始这个生日的特别礼仪 神父之前也说过 我会在圣体姆池那里参与 就不会再在这几天 会特别去自己举行礼仨 也不可以自己举行礼仨 所以不会有这个录影的广度 下一次就会在福节那一天 主日 神父会自己家里也做台礼仨 会做一个广度的录影的 愿大家有一个好的三天的圣祭礼仪 这个逾月节 可以去圣堂尽量去 如果有什么原因 可能病了 或者高危 或者种种的不能够 也都看回读经 自己做一个灵修的时间空间 不会说我去不了 那我可以做其他自己的事 不要这样做 圣主祝福大家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